前副知名人士连战惊传送医 媒体报道,国民党前主席连战近期突然出现在台北市中山医院,人还坐着轮椅,有两名幕僚推进院内,身体状况引发外界担忧。 对此,前立委郭素春连忙代为澄清,指连战只是游泳时不慎拉伤肌肉,没有大碍。 民事新闻网报道,连战近期中午被捕捉到现身中山医院,他当时穿着黑色西装,坐着轮椅,被两名幕僚推出医院,似乎是刻意低调就医。 令人意外的是,短短二星期前,连战才和历任国民党主席包括马英九、吴伯雄、朱立伦等人参加团拜,高龄83岁的他神采奕奕,不料如今突然出现在医院,引发诸多揣测。 针对相关传言,郭素春赶紧澄清,连战是游泳时不慎拉伤肌肉,造成轻微发炎,其余并无大碍。 据悉,虽然连战紧轻度拉伤并不严重,但暂时还是需要靠轮椅逮捕。 台媒消息称,国民党前主席连战陪夫人连芳宇到发廊洗头时突然小中风,随即被送医急救。 连芳宇发表奇迹一文,写下惊险的事发经过,并称当时若不是遇到同在发廊洗发的台大教授陈长芬,他与连战恐怕早已天人永隔。 据联合新闻网报道,连芳宇说,连战三年来生了三场大病,第一次使心房纤维性颤动,因此使用抗凝血剂降低中风的风险。 但由于连战患有肾结时,前列腺肥大,前列腺癌,反复进行放射治疗后,他经常发生血尿,频繁进出医院治疗,所以此前自行停止服用抗凝血剂,让血尿暂时消失,却造成的小中风。 连芳宇透露,连战与他刚游玩涌到家附近的发廊洗发,连战突然虚脱瘫在椅子上,他一摸才发现他双手冰凉,冷汗直冒,本来要回家先处理,再致电医生询问。 还好当时在发廊洗发的一位女士自我介绍是陈长芬,说连战情况很危险,要马上送急诊,现在回想,如果我当时那样做,可能他和我就要天人永隔了。 连芳宇说,后来连战紧急送台大医院急诊,一粮血压高达238,立刻被送进加护病房,经过密集的检查与各科相关医生的治疗,连战在住院15天之后出院回家休养。 连芳宇表示,非常感谢当时提醒他赶快送连战去台大医院急诊,并临时帮忙安排医生的台大教授陈长芬的救命之恩。 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的小女儿连永心,顺利生下投胎,是一位大眼,帅气又可爱的混血男孩,连永心在不公开的个人脸书,通知亲友他顺利卸货的喜讯。 同时,PO上儿子的照片,正式揭晓他头一胎的性别。 这次连战,连芳与夫妇在天津孙,也是他们夫妇包括内外孙在内的第九个孙子。 连战最疼爱的妖女连永心,2018年9月15日远嫁英国,丈夫是艺术家马赛尔。 当时连家在英国谨艳请亲朋好友,到了年底连家在台北举办闺名宴,许多政商名流都出席,成为一大盛事。 2023年8月27日连战举办家族私人寿宴时,连战曾宣布连永心怀孕,使这件连家要在天津孙的喜讯首度曝光,但当时连家并未公布连永心腹中宝宝性别。 据指出,寿宴中,连战提到过去被前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呛生有11名孙子,当时他还没有孙子。 此外,2005年他在大陆被叫连爷爷时,心里也感到不踏实,但现在要迎头赶上,因为连家第九位成员连永心肚子里的宝宝即将报到。 在现场宾客贺喜连战双喜临门之际,连战也开心地高唱英文歌曲You Raise Me Up,即台语歌爱情一阵风,风飞沙。 国民党前主席连战的小女儿连永心,生下第二胎,也是个男娃,成为连战,连方与夫妇第十个金孙。 连家亲友透露,巧合的是,当天其实是连战,连永心生日,再加上第十个金孙报道,恰成三喜临门。 连战县共有九名孙子,除了老大连惠心的三名女儿,老二连胜文有两名男孩,老三连胜吴有一男二女,如今小女儿连永心生下儿子,使连战共有五女四男共九个孙子。 连家亲友透露,8月27日是连战,连永心生日,上周四生日当天原本要在家办寿宴,为连战86岁生日祝寿。 当天上午,连胜文陪连战到医院调养身体,回家准备晚上的家宴时,大约下午三时许连永心就在医院生下第二胎。 虽然连永心无法出席当晚的家宴,连家却充满三喜临门的喜气。 据媒体报道,朱立伦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后,第一时间就致电中国国民党前主席连战表示感谢,连战也鼓励朱立伦的辛苦,勉励他重振并带领国民党,维护和平及台湾发展。 离癌接受治疗的连战,低调前往台北市梅花区民活动中心投票,首度以满头银发现身媒体镜头前。 虽然连战身形削兽,且动作较过往缓慢,但身体硬朗,精神绝朔,婉拒工作人员建议走斜坡,直接上阶梯走进投票所,大约两分钟就完成投票,离开前不忘向现场工作人员致意问候。 据悉,连战因离癌,每天都需前往荣总治疗,虽然幕僚建议他投票日当天就医返家后就在家休息,别再出门投票,但连战爱党心切,认为党主席选举至关重大,对国民党、台湾未来发展影响非常深远,因此坚持必须投票。 当天连战先到荣总治疗后,返家稍事休息,即有几位随从陪同,出门投票。 据台媒报道,非常重视形象的连战,以往出现在媒体镜头前,除了西装鼻挺,都是一头黑发。 最近因接受治疗,未在染发,首度满头银发现身,与过往形象迥异,格外受瞩目。 据报道,因担心父亲健康而退出党主席选举的连胜文,已先行完成投票,下午并未陪连战到场。 连家亲友指出,连战虽然年事已高,健康也出状况,但对国民党党务仍十分关心。 例如,党主席选举电视或网络辩论都亲自观看,也非常注意相关新闻。 连战当天低调现身投票,满头银发且身形削兽。 对此,连战办公室表示,连战正接受治疗,但情形良好,身体上硬朗,谢谢大家关心。 中国的胡润研究院3日公布2023年度全球富豪榜,台湾有48位身家超过10亿美元的富豪被列入排行榜。 其中,号称两代公务员的国民党前主席连战以61亿人民币的财富实力首次进榜。 该机构还称之为第一位进入全球财富领域的台湾政治家。 对此,连战办公室主任丁远超回应表示,连战过去在任内都有正式申报过财产, 相关资料全部公开,不知胡润富豪排行榜依据为何,希望外界不要再有污名化报道。 新公布的2015胡润全球富豪榜显示,连战身家在全球排名第1911, 和被列为美国籍的台湾宏达电董事长王雪红、陈文奇夫妇, 以及蓝天计算机董事长许坤泰家族、元大集团马志玲家族、力保机构董事长吴宝田, 及南韩现代集团郑梦准在内的179位富豪排名相同。 根据这项排行榜,33位台湾身家于10亿美元的富豪住在台北, 而台湾的制造业产生最多亿万富豪, 旺旺集团董事长蔡衍明以610亿人民币,名列台湾首富,世界排名120名。 全球首富由微软董事长比尔盖茨蝉,身家5200亿元, 其次为墨西哥电信大亨卡洛斯史林家族,身家5100亿元, 知名投资人巴菲特以4600亿元居第三, 脸书创办人扎克伯格以2700亿元排第七。 中国首富为汉能公司董事长李和军, 以1600亿元全球排名第28, 取代2022年的中国首富王健林家族。 2023年首度计身中国十大富豪的还包括排第三的阿里巴巴集团创办人马云家族, 及第七的小米创办人雷军, 在全球分别排第34及74, 财富较2022年大增24500分号及19800分号。 至于香港首富李嘉诚, 则有身家2000亿元, 全球排第1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